美非勾连挑衅中国为什么说是在互相画大饼 中美非三方不一 谁又是最后的赢家 通过挑衅中国 菲律宾和美国的关系越来越好 但实际上两边都在给对方画大饼 而这场三方不一 小马克思输了 拜登输得更惨 只有中国是唯一的赢家 从去年小马克思政府对华转变态度以来 美国加强了和菲律宾的经济防务合作 上个月 美国日本和菲律宾在白宫举行了首次三方会谈 承诺深化投资合作 说是合作 但菲律宾哪有余力去投资美国和日本 实际上还是美国和日本加大投资菲律宾 毕竟国与国之间都是将利益的 美国想要菲律宾对抗中国不给好处的话 小马克思政府再啥也不会干亏本的买卖 拜登政府当时就承诺 要通过履送经济走廊项目 加快投资菲律宾的清洁能源 交通基建和半导体供应链等领域 前两天 第六届印太商业论坛召开 小马克思在论坛上说 美国承诺的投资将帮助菲律宾成为亚洲下一个物流中心 而这就是小马克思倒向美国的目的之一 虽然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拜登政府是在花大饼 小马克思自己也知道 但不管怎么样 美国还想要菲律宾在反华道路上冲锋陷阵 就多少要拿出的东西展现一下自己的诚意 而和小马克思相比 拜登就输得更惨了 美国的本意是想让菲律宾和中国激烈冲突 关系恶化到一定程度和中国打起来 但小马克思政府是怎么做的呢 近一年多来 菲律宾方面虽然在南海和中国是隔三差五就闹一回 让人是烦不胜烦 但实际上仔细回想一下 小马克思政府还是有些自知之明的 知道以菲律宾的实力不是中国的对手 所以每次挑衅到了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 不用中国动手 自己就乖乖的退缩了回去 拿最近的事情举例 菲律宾召集上百艘渔船说要冲闯黄岩岛 菲律宾海警还派出了三艘舰艇护航 飞机也跟着在周边转悠 声势搞得很好 把美国都给骗了 美军派出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 两次进入黄岩岛附近活动 给菲律宾撑腰 直到菲律宾船队快来了 才赶紧离开 但没想到 菲律宾船队到地方以后 一看有中国海警在离很远就停船了 然后打卡 还照完 马上就撤了 宣布已经胜利 说的难听点 这就是在作秀给美国看 骗美国的经费 也是在画大饼 菲律宾挑衅的一年多来 美国什么都没得到 相反 还要给小马克思政府是送钱送资源 在亚太的势力地盘也逐渐收缩 而小马克思政府虽然失去了部分南海活动空间和中国的贸易利益等 但站在他个人的角度相比于获得的政治利益 这些也可以接受 在这场三方卑中 中国看似有血吃亏 但实际上正是有了菲律宾这么闹 咱们趁机是大大加强了对南海的掌控力 不然的话还真有些不方便 毕竟和中国有南海纠纷的还有好几个国家 而当下咱们在南海周边重点还是要维稳 可以说这时给中国送上了大礼 正所谓非美勾连南海级 化柄冲击各自谋 中华稳卧主权舵 多一三方 行大局 好 这些内容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天下观众我们下期再见